好了,我們要忽發其上 稍後我也會說,其實我也收到消息 可能有很多網上媒體都會陸陸續宣布停止 啤梨晚報海河,重保隆我想到第六節說 但是突然之間,我覺得很光明一片 首先第一,因為我逐了約,起碼要捱到今年12月31日 所以我可以帶我們... 即是天日中10月31日? 不是,是2022年的12月31日 雖然我可以走過去,但是我們出去做生意 講口癡的人是不可以這樣的 第二,我們有個比利克克 第三,我們有叫做托奶,找一口苦飯吃,做生意仔 是不是可以轉型呢? 其實有很多朋友叫我們轉型,叫我們說說其他事情 甚至我們唱歌唱五天,你出兩場 但是你說說說其他事情,正如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是很難度高的 新聞順手黏黎就有很多話說的 因為剛才也看到很多網友,昨天都勸我們 甚至有網友,趙博在海外都開咪 都勸我們給你的頻道,不要心存僥倖,快點考慮他離開 其實我沒有心存僥倖的,但每一個人都有很多考慮的 當然,第一,多謝大家的關心,還有老友寄 我們的同行也都關心 第二,說真的,大家看到我們也看到的 是的,現在有我們的盤算 譬如我每天都收到網友,也有其他的新知舊語 都叫我們考慮一下,你拿牌嗎?不用拘捕嗎? 我們當然知道,但每一個人都有難處 讓我再思考一下,因為實在是很難的 我們可以這樣想想,講波、講馬吧 嗯 是吧? 可以講波、講馬、講娛樂的事情 史情的故事比較麻煩 因為史情,我應該講到不知道十幾章 但我已經看到二十幾章了 但是他已經斷了 你不知道嗎? 我不斷了 他斷了 我才知道這個故事是爛尾 那不要緊 你捉了他 沒有想錯 他跟著那個爛尾 才是真正的開始 嗯 就讓我來 你覺得可以啊 我真的要 做真人此誠上來都可以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不難的 如果要做那些 就是給我們一些時間吧 如果那星期要做五天 完全不講新聞的,也不是說不行的 可以說新聞的 就是說一些什麼若宜案 英國的死亡 也有辦法的 真的想一下吧 但是他的網友都說 M.S.K.也沒有害怕 我們也餓我們害怕 我又不是害怕 是啊 是啊 大哥 第一,別人不害怕 是別人的事,別人聰明 喂 你真是心存僥倖 我告訴你,如果你問我 我呢 是100%搞我們 我是想不到道理 他為什麼不搞我們 就是只要你稍微讀一下 就是看看歷史 是沒有可能想不到 沒有一分道理 是不搞我們的 我都說我從來都是用一種悲哀的心態 就是 究竟 是 可以捱到多久呢 究竟他會不會先找我聊天呢 在拉我之前 是想這些而已 要不要找幾個女兒去引誘你 他又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問題就是 如果用我在大陸的朋友跟我說的經驗 就是應該會這樣的 他不需要這麼大的動作 但現在香港不是的 香港在我們眼中看是有些矯枉過正的 就算你說這個是國安公署也好 是誰人的想法也好 他都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我夠膽說 我夠膽說 習近平不會看得這麼小 在蘋果以外 蘋果就真的 我夠膽說是他眼中釘 OK 好了,不說那些了 啤梨漫步何去何從今天 都說了這麼多 再考慮一下 有幾個情況而已 做和不做 做用什麼形式做 變還是不變 根據風水豪去年跟我們說 他一定要變 變就生存了 那究竟是怎麼變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這樣說 我自己的那支掛也是 因為這麼奇怪 他為啤梨漫步起了那支掛 然後我說 我不用啤梨漫步 我用我自己起那支掛 誰知道求支掛出來 就是 啤梨去跟我用 跟啤梨漫步求支掛一樣 都是我的那支掛 接著我說 不能夠尾了 跟我過人又求一支 OK 一求我 我上了個號碼 一求出來又是AA 又是我的那支掛 一模一樣 都是說 你要想生存就要變 說來說去都是這樣 就是怎樣解釋那支掛 阿峰需要可以回應一下 在check room 但是香港網媒有沒有前途呢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特別形勢呢 我跟大家說 這個網絡媒體 根本不要說在香港 在全世界都掀起一個 很大很巨大的變化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 譬如說 之前的紅仔頭 後來的史當真 這些這麼有年輕 這麼有創意的媒體 現在似乎不是很受影響 但是如果你在這樣 的時局底下 最後他都會受到影響 那個創意不得已 完全發揮 是吧 那你說香港網媒有沒有前途 你不如問香港媒體有沒有前途吧 你只看大陸就知道 是吧 大陸媒體是不是一定沒有前途 我又不敢這麼說 最慘的是那些人打算轉到別的東西 又是第一不是那個人做得到 做大科 不是那個人做得到的嘛 打殘兆春鏡 是吧 真的很難受到的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很難受到的 是很生氣 OK 好了 我們不說那些了 盡快我們也要想想 譬如說 Bernie Manpo 你問如果 其實也不難轉的 我突然想 只要不說本地新聞 就真的不難轉 我只要說說緬甸 是吧 說說歐盟 說說美國 但是說安校又說 你借那些來 魚這些又怎樣 我都很難 說娛樂也可以被人這樣說 都可以的 說鬼故吧 好了